我其实代表广大年轻女性问 那有一个争执就是 我可能事业性比较重 我就想以事业为主 但是我爸妈可能还是说希望 我到时候可能照顾家庭这样 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你照顾什么家庭 因为女孩子 为什么在职场上说 女孩子成功的不多 因为她觉得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有性别差异 用性别差异 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资本 去做销售 你无谓就拨得别人的同情而已 但是你是一个 要能够去打下一片天地的 就不是用性别来解决问题 是用你的实力解决问题 能力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人要有信念 有梦想 现在已经不是过去 养儿防老的时代了 对吧 就是在这个时代 可能有人就是以小家庭为快乐 但是一定有人牺牲 以大家庭为快乐 这就是我讲的 就是选择 对非常重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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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